一見面就先來個大擁抱 馬總統接見恩師孔傑榮 他說想了解 大陸偷渡客來台灣之後 所受到的待遇 剛好我們大安侵局 就有一些 就他跑去看 就發現那邊居留的環境不怎麼好 譚人權 馬總統盛讚孔傑榮的努力 據了解 這次孔傑榮訪台 有民進黨人士和他接觸 希望透過孔傑榮對馬總統的影響力 遊說思考特赦陳水扁 馬總統總是非常客氣 給我們很熱情的歡迎 兩人在鏡頭前行李如宜 孔傑榮是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時代的恩師 每次來台兩人都會見面 其實孔傑榮也是前副總統呂秀蓮的老師 和民進黨關係良好 事實上為了陳水扁的人權問題 孔傑榮速度炮轟馬政府 像中孔傑榮的影響力和法學觀點 民進黨提出測試概念與孔傑榮交換意見 甚至希望進一步得到馬總統認同 在那拼連任的敏感時刻 法律問題已經南旱正直脫鉤 陳水扁特赦與否成了燙手山魚 中天新聞黃毅群陳乃宇台北報導 孔大哥這個馬英九這個老師已經幫阿扁講好幾次話 他認為要放啊 那這一次我們的記者還掌握到就是說 民進黨人事來說 你有機會跟馬英九講一下影響他 讓他趕快讓阿扁出來 孔傑榮教授過去公開或在報紙主張陳水扁要不得激壓 其實他是有他美國法律的思考 但台灣的法律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對他的做法我是蠻佩服的 問題是他在中國時報 只要寫到陳水扁就是要陳水扁不得激 後來我也倒進胃口不看 因為看標題就知道了 就不用讀了就沒有影響力了 導致上一次 許信陽在電視辯論 包括在這裡我還坐在旁邊 說主張特色陳水扁 我講個小故事做插曲 許信陽在電視辯論講兩樣真的太好了 我很多企業界朋友說拜託我說請他吃飯 後來聽他講特色陳水扁 企業界朋友說不用請了不要吃了 你看相差多大 其實許信陽先引爆了 那邱宜跟進 但邱宜跟進是真的有這回事嗎 有沒有監聽到這個他們在會客的 要特色陳水扁我是指這個北監 還是邱宜在炒作呢 我也存意 就像你們剛剛放的標題 你也放存嘛 不能有證據 那這裡面起來民進黨是被動的 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議題我同意 所以特色陳水扁等真正的證據呈現出來 現在我們在進場嘛 我說過啦誰主張特色陳水扁 我就把他當全民公敵 我已經宣布了 導致我帶一下花言人就好了 花言人不是選凱歐民謀拜託好不好 就不要這樣子 馬英九又11歲 蔡英文55歲 不是把找一個像民謀 或把年紀拉下來就能改變了嘛 重要政策民生物價 兩岸關係包括核安 這才是根本嘛 這一點花言人是不能升任的 當事人怎麼說 就像斬首賓拉登 我們是聽白宮歡迎人家聽歐巴馬 當然聽歐巴馬的太清楚了 好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要繼續收看 第二小時的新台灣星光大大